男子举着一杆狙击枪 小心翼翼的瞄准 下一秒 是有传个咆哮声 竟然是这片草原的狮王 他向男子扑来 男子赶紧开枪 可太过紧张 王举起来来打中 女儿赶紧递给他第二颗麻雀弹 结果狮王紧到了 他不冲锋 把男子扑倒 枪也掉了 男子想去捡枪 但狮王不允许 男子赶紧钻到车下面 狮王发动攻击 一个大头直接钻了进来 还好被车的底盘卡住 狮王退了回去 但还是不放弃 直接又进来 用爪子掏男子 男子不住地打脚 狮王感觉进不去 但他很聪明 绕到另一边 又开始掏男子 男子也怒了 非要吃我是吧 我跟你拼了 男子开始用大脚压 狂踹狮子头 狮王也弄圈了 好家伙 这人不仅脚有劲 关键脚牙子还挺臭的 第二轮攻击 狮王又没得逞 女儿大喊 让老爸去捡枪 男子一愣神 差点被狮王挡住 男子倒转了狮王的眼睛 踢出了暴击伤害 狮王在外面犹豫起来 这小子太刁了 我还要继续吗 狮王从车上一跃而过 落到车的另一边 男子赶紧去打狮狮枪 怎料狮王杀了个灰马枪 男子要吓尿了 拿刀枪又钻了回去 来不及装弹 用枪头直接砸 狮王呢 这把头伸了进来 嘴都张不开 只有被砸脸的份 但狮王没有放弃 准备扑扑进去 咬男子 这时车上的女儿发裂 打出了麻醉针 直接铺吃一下 扎在狮王的屁股上 狮王菊花一紧 赶紧退了出去 麻醉剂迅速起效果 狮王腿软 赶紧向远处走去 男子以为逃过一劫 然而狮王的反击 才刚刚开始 男子叫牛哥 最近妻子生命去世 带着大小两个女儿 来到南非散行 牛哥的好朋友小白 是这里的狩猎管理员 对一家热情的招待 小白开着车 带着牛哥一家 去了VIP参观路线 近距离接触动物 奔走的大羚羊 个头高 大长腿的长颈鹿 犀牛 大象和鸵鸟什么的 应有尽有 大女儿拿着相机一顿猛拍 接下着美妙的一刻 来到目的地后 这里有一群狮子 小白直接走了过去 没想到 一头熊狮向他不来 眼看就要异常血案 大成想 熊狮变成了大猫咪 他俩抱在一起 然后又跑来一只熊狮 原来 这俩狮子兄弟 是小白从小养大的 成年后才放生到户外 狮子的领地是很强 这片区域归狮子兄弟所有 小白抱住两个狮子头 这种感觉 一般人可尝吃不来 这时小白发现 一头母狮子脚受伤了 小白想上去查看 母狮子却发出低吼 释放攻击的信号 小白不敢靠近 狮子兄弟也让小白走 小白立刻猜到不对劲 一定是八米组织干的 他们是偷猎者 专门猎虾这里的动物 从最开始犀牛到大象 最近呢 竟然连狮子都要猎虾 在黑市场 卖狮子的骨头和皮毛 小白带让大家 来到附近的村子 查看情况 拿成想一进去 就看到很多村民的尸体 太惨了 一看就是狮子干的 牛哥想离开这里 小白呢 却要寻找附近的幸存者 走出去不远 就遇到一位幸存者 他们真都是血迹 幸存者表示 是那头发疯的狮王干的 牛哥治疗伤者 小白去附近巡查 结果 牛哥刚拿来医疗箱 幸存者失血过多 就挂掉了 小白在树林里 发现一个巨大的脚印 看来 狮王就在附近 小白继续探索 他走到湖里 忽然背后有动静 小白一个180度转身 忙居 直听哐的一声 听到枪声 牛哥知道出事了 赶紧去找小白 男子到底看到什么 竟然转身撒腿就跑 牛哥以百米九秒的速度狂奔 直接跑进了车里 再关门 一气合成 狮王一头撞在车玻璃上 玻璃直接碎了 狮王跳到前击盖上 又在天窗上找缺口 驾驶位的窗户没关 狮爪立刻叨了进来 为了保护女儿 牛哥用大张腿去蹬狮王 狮王想咬牛哥的腿 牛哥顺势 两腿夹住狮王的头 并让女儿赶紧开车 车子启动 牛哥把狮王踢了出去 直接转到一棵树上停住了 好家伙差点掉到山沟里 世王暂时没有追来 这时对讲机响起 是小白在呼叫他们 小白表示自己大腿受伤 大动脉在不断地出血 看来自己是不行了 而牛哥正好是名医生 他让小白别放弃 大火机有吧 小刀有吧 肖恩说过 用灼烧伤口可以直血 你可以试试 小白立刻行动 用大火机把刀子烧红 然后放在大动脉上 疼得小白嗷嗷打叫 叫声竟然让牛哥听到 看来两人离得不远 牛哥决定将小白带回来 但小白却说千万别过来 原来 世王在小白的附近看着 把小白当成了陷阱 故意吸引别人来救他 牛哥不怕 我这儿有狙 我可是吃鸡节的狙神 不多 只要打中世王一发麻烧弹 世王就得睡几个小时 牛哥正在车顶上观察四周 狙击净灵的世界 异常的安静 忽然背后有动静 世王竟然找到了背后 打偷鞋 偷袭牛哥这个50岁的老同志 就见牛哥 直接就是一发盲狙 结果太紧张 牛打到 世王扑向了他 把枪也扑掉了 牛哥赶紧钻到车下面 于是有了开场那一幕 世王也是比较惨 被踢眼睛 被枪托砸脸 最后晚节不保 屁股还被扎了麻绝针 世王欲挂欢 暂时退场 牛哥夸奖小女儿 干得漂亮 大女儿去找小白 把受伤的他带了回来 牛哥赶紧给小白包扎 那承想 才过了30分钟 世王就又回来了 原来 世王体重太重了 租租有500多斤 把嘴气很快失效 这下危险又来了 世王在山崖上盯着他们 看来是准备死磕到底 但世王不傻 没贸然冲锋 两边僵持了起来 天色一晚 这时 竟然有车队路过 牛哥赶紧去求救 那承想 他们就是八米组织 就是那帮偷猎者 牛哥出了1万美元 让组织带他们出去 本来都同意了 结果看到车里的小白 立刻拿枪指向两人 原来 小白干掉过三个偷猎者 就是他们的同伙 偷猎者 要干掉牛哥他们所有人 在这关键时刻 一团黑影冲出 一下子不倒一个 世王发起了进攻 世王恨透了这帮偷猎者 原来就在前一晚 偷猎者拿一头斑满 做幼儿 把世王的老婆和孩子都引来 一阵乱彻 全部杀死 世王不在 逃过一劫 但他通过嗅觉 记住了凶手的气味 就是眼前这帮人干的 偷猎者拿枪 往树桶里吐吐 但黑灯吓火的 明显是王占据主场优势 偷猎者 一个个被世王消灭 还有想跑的 中了自己的陷阱 被世王直接KO 没过十分钟 现场就安静了 牛哥则趁机 想带家人逃走 他去开偷猎者的车 但车上却没有钥匙 牛哥去他们尸体上找钥匙 男子竟然发现一头尸王 这怎么办 无线电突然想起 世王立刻扑来 牛哥躲在树上 逃过一劫 结果他又吓了一跳 旁边简有条毒蛇 蛇正要攻击时 被牛哥一把 厚住脖子 然后往下一扔 正好扔到世王的身上 世王一发折 大叫了一声 跑到了旁边 牛哥 开始跟世王玩 躲猫猫 牛哥藏在水里 世王就在上面 眼看就要被发现 这时 正好女儿按紧了车喇叭 世王立刻冲了过去 牛哥呢 趁机找到车钥匙 赶紧往回跑 顺手拿走偷猎者的枪 世王来到汽车那里 又发动了攻击 背着车到处拍打 没想到 车窝里又没关 可世王一个大跳 狮子头就冲了进来 对着孩子们一顿咬 小白拼了 用胳膊擂住世王的脖子 让孩子们赶紧跑出去 在争斗中 汽车直接掉下了山崖 翻了三圈 掉在地上 然而 世王还是没有死 只是摔懵了 骑身还了几秒 就没事了 他又要向小白索命 小白知道自己跑不掉 这是他一生守护的大草原 他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小白打着了大呼机 汽油瞬间燃烧了起来 发生了爆炸 小白悲惨下线 牛哥急忙赶来 知道小白已经走了 牛哥带着女儿上车 开始逃跑 结果到半路上 车子竟然没有了 大女儿呢 也在刚才被世王咬伤 没办法 牛哥三人躲在飞机的学校里 对大女儿进行简单的爆炸 没争抢 世王爆炸中没死 竟然又追了过来 牛哥决定跟世王拼了 要么三人都得死 他疯狂地开枪 把世王赶出这里 离女儿远一点 他向世王扔东西 让世王故意追自己 世王立刻跟了过来 牛哥一路狂飙 但两条腿 还是没四条腿快 牛哥被追上了 一人一尸扭打了起来 世王摇腿 牛哥的拳头猛砸世王的脸 然后用脚猛拽世王的头 牛哥起身脚跑 被世王扑倒 但世王呢 一直没有所候 世王的家人全部遇害 他竟然想折磨猎物 夕阳下 牛哥哭苦支撑 牛哥的身上 多出道道重创 牛哥掏出了小匕首 终于瞅转时机 给世王来了一下 世王的肩膀受伤 但无大碍 牛哥站起 世王又一次不来 世王失去耐心 要下四口吃 突然 一只狮子 把世王扑了出去 紧接着又来了一只 原来 牛哥故意把世王 领到了狮子兄弟的领地 三只狮子打了起来 狮王体力消耗太多 并且年纪大了 两只壮年的凶翅攻击他 狮王根本打不过 很快就被狮子兄弟干掉了 此时 牛哥终于等来救援 等牛哥醒来 自己在医院里 在自己的英勇保护下 两个女儿并无大碍 经过这场灾难 一家人更加相爱 最后呢 他们在这里 拍了一张全家福 本片玩 本名叫野兽 本集问题 大家觉得狮子厉害 还是老虎厉害呢 觉得狮子厉害的扣三个一 觉得老虎厉害的扣三个二 觉得老师厉害的扣三个三 伯乐看这片 看得惊心动魄 世王的体型也太大了吧 目测有五百多斤 其实世王和牛哥 都是为了保护家人 最坏的应该是偷猎者 为了前而去猎杀动物 真是可耻的行为 本片要看 推荐去看原片 好了 本集中就到这了 记得给波罗点赞 都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